你觉得西木园面膜是个怎么样的产品 很自然很舒服 西木园面膜是敏感肌的Crush 是一个温和安全的面膜产品 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致郁的事情分享一下 我觉得一边听歌一边附面膜很致郁 耳朵里面是令人愉快的音乐 山茶花面膜用起来也舒缓保湿 能够修护敏感屏障 双重感官的享受 可以分享你熬夜后的护肤小妙招吗 熬夜工作后呢 我喜欢用预穿木面膜来拯救我的肌肤 密集修护帮我解决肌肤小情绪 你最想给小汤圆们推荐西木园哪款产品 其实西木园很多款面膜我都很喜欢 如果你是干皮敏感肌 就推荐使用山茶花面膜 能够舒缓修红 密集保湿 修护敏肌屏障 如果你是一敏感油斗肌 就推荐使用预穿木面膜 能够精准灭火修护 适合经常熬夜的朋友们 如果说你想要美白 就推荐使用幻彩流光面膜 能够深层美白淡斑 换量暗雅肤色 就这些人是什么样的事 就这些人会竟然有点了